哈囉大家好 我是古路巡路的張小蓮 張小蓮就是我 Yeah 那 剛才我看到一個 剛好有陸友傳給我 有一個嚴重的問題 我一定要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其實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那個問題 那我也覺得蠻訝異的是 我就要趕緊趕緊拍很多角度的照片 給我讓我去判斷一下 發生什麼事情 看完以後 真的是 只能搖頭只能嘆氣 好家在發現的早 好家在他有問我 不然以他的上版方式的話 基本上不到一年以後 他的蜘蛛一定會這樣 斷頭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斷頭的蜘蛛 這顆是雅猴系列的美人魚 這顆斷頭蜘蛛救回來了 現在也開始長新的小臉了 那為什麼會斷頭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斷頭 我跟你講因素有很多 但是 你從花式 不管你從網路花式 就是圓蜘蛛店 蜘蛛店買回來的 雅猴 雅猴美人魚 雅黃 矽葉雅黃 還有 黃冠系列的 這一些你都要注意 因為他們都是親戚好朋友 他們都是親戚 他們的雅都會走金 走金 然後他會有走金雅出現 走金雅不是重點 他會走金 他的金會去追陽光追光 然後會搞成說 他的 雅點原本是這樣 原本在這裡 然後他為了追光 他會變這樣子那麼長 那在這麼長的情況下 他的葉子只有在這裡 所以他會露出一大截 一大截在外面 那這一大截他又長了一大堆手出來 那你想想想會發生什麼事 他旁邊沒有包覆的狀況 他會發生什麼 他就這樣搖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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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搖 頭就斷了 就像這樣 那我們的搶救急救方式有拿幾點 我把他拿出來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雖然我不太想動他 因為我就動他 他的狀態一定又會不好 我們的搶救方式怎麼辦 我先跟你講 我遇到這些狀況要怎麼辦 我先把下面的水帶拿掉 因為他根應該還沒有出外很多 通常他的牙頭 附近 我教你們 你們買到那個盆養的 還是 不管是方盆元盆 什麼盆都一樣啦 反正 就算是上板好的 你回家也要注意 他這個頭啊 下面這根牙筋有沒有 很長 你發現很長 他周圍 他營養液臉下面 是鏤空的 你一定要做這件事 將戒指 包滿包緊 補滿他 周圍把他補滿他 你沒有做這一點 他一定會這樣斷頭 他斷頭有時候救就是一半一半的距離 救了起來就救了起來 救不起來他就是隔屁白白回家了 所以你要包什麼 怎麼叫包牙點 怎麼叫做把它走進牙包滿 首先就這樣 把牙筋 周圍附近先用一層水苔 這樣子包 用水苔把它包覆 包緊這樣子 包了一個圓圈 像一個球一樣 把它整個 牙筋那根筋有沒有 給它整個包覆住 包覆住以後 你拿一條鋁線 出了鋁線 你不要拿細的 細的會把它又勒到斷掉 拿一條出了鋁線 把它周圍環繞起來 很重要 這一點真的很重要 你不要不聽 不聽的話 板上有很多人的牙黃 紅罐斷頭 那個就是這樣造成的 你就是這樣環繞 把整個牙筋 頂牙下面那根筋 整個給它包覆好 做一個環繞動作 讓它的戒指 與它 整個產生包覆的狀態 那你這一坨東西 你的戒指包覆的越大一坨 它的抓性一定會越好 抓力一定會越緊 這樣子 懂嗎 它的抓力會越好 好比說這一盆 我整理完的圓葉牙紅 不是圓葉牙紅 牙紅美女 它的牙點在這裡 它周圍 它原本有葉子 但是它牙筋過長 之後把它葉子砍掉 重新來 讓它重新長 就是要把它牙頭包覆好 有沒有 看到它只露出一點點這樣子 它其他都是水苔包覆 或戒指包覆 然後一定要纏繞路線 把它繞緊這樣子 改天才不會斷頭 因為他們的手 你看這個一隻手就多長 那麼長 你想它同時擁有四隻手在上面 那個 重量 風在吹的那個 受力 有多大 對不對 所以你們一定要注意 那我等一下會附上照片 讓你們去看 那我再附上 圖文變貌講解 那你們搭配影片 你們就看懂 好 掰掰 拜拜